凡大比台风袭击高雄 市长陈菊在被告发后 高雄地检署却迅速侦办 绿营要求北检也要比照办理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 那么这个纳利台风 我们就带大家来回顾 当年的纳利台风重创台北市 造成了27人死亡的惨剧 当时的马市长 在台北市政府成立了防灾应变中心之后 还到南台湾去复选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今天有绿营的市议员 还有市议员参选人 就按铃控告 当年的马市长要他负起责任来 2001年9月16号 纳利台风席捐北台湾 最热闹的忠孝登陆 成了一片汪洋 半个东区泡在水中 当时的市长 正是现在的马英九总统 那当年的台风和今年的版纳比 比一比九年前的纳利台风 在台北市造成27人死亡 三人失踪 重伤16人 而今年的版纳比在高雄市 并无造成人员伤亡 两人同样是直辖市市长 陈菊却因为风灾 遭检调检办 马英九却一点事都没有 损失是以千亿来计算的 可是当时的检调有去约谈马英九吗 都没有耶 可是这一次的高雄的这个水灾 竟然去马上对陈菊展开这种调查 差很大的可不止这样 面对风灾 陈菊市长在高雄市来回巡视 但当年北市府在纳利风灾来袭之际 立刻成立应变中心 但身为指挥官的马英九 却在当天下午跑到了屏东 帮当时代表国民党 参选屏东县长的王靖市站台 马市长和陈市长 同样都是直辖市的首长 同样因为风灾遭外界抨击 但检调对两人待遇却差很大 三丽新闻综合报道